第四百八十三集 傲锋毫不犹豫地往云世天的手拍了上去 两只手虚空一握 无声地许下了今生的誓言 待到真正相聚重逢之时 再与君把酒言欢 同闯天涯 二人相视一笑 云世天潇洒地转身 头也不回地进了左边的洞穴 看到这么一幕 雷玉峰 荣洛等人 不由地心中生出一股震撼来 也暗自觉得有些奇怪 傲锋见到云世天的时候 虽然激动地让他们有些吃味 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们之间默契自然地犹如一体 却分明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 反而是一种生死相惜 至亲至重的味道 这样一种感情 甚至超越了那所谓的爱情 其实我们向往的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荣洛看着二人心中所悟 轻声感慨道 雷玉峰轻笑一声 谁说不是呢 而且事实上 我们已经是他最重要的伙伴了 我一直都以这点为骄傲呢 各位 后会有期 告别完毕 傲锋笑咪咪地对众人拱了拱手 带着自己的一拨人马 头也不回地钻入了第三个洞穴走呢 不清歌希望和云世天同行 便与不彻加入了黑暗阵营一行 祝贞等降临者脸上笑着 暗中却在复匪 是后会无期才对 我们可不想再见到你 要是老天开眼 早点让你死在这片遗迹中最好 不过 他们的希望显然落空了 因为老天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开眼的 有地图在手 这次上路 傲锋就有信心得多了 他一边行路 一边消化着这张地图里的信息 很容易地找到了当初自己进入的入口 不由暗自苦笑 上回自己的运气还真差 那片地方 是整个遗迹里 守护者实力最强的入口 其他入口 接在四阶五阶左右 能源提供的高级守护者 也就是在神阶 像那蚂蚁大王和蝎子大王 可那个地方 却有神王级的黑武士 另外 那头自己所见的冰龙 这是这片遗迹唯一的活物守卫 也是上古遗迹里最大的危机 他与其他六名魔兽神魂 合称七大地星守护兽 每一个守护兽 几乎都有神帝级的力量 以冰龙最强 已经到了神帝巅峰 再进一步 便是领主级别 上古遗迹内部 千变万化 这七个守护兽的房间 也是流动的 没办法确定 他们的具体位置 如果还有什么变数 恐怕就在于他们 一行人马 在通道里行了一阵 众人便瞧见了 那地图中 显示藏宝的屋子 走进去一瞧 发现这屋子颇为宽大 足以容纳千人 两边都有好几条岔道 正中心则是个高高的石台 台上一座宝箱 外照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 看到那层金光 姬勇和牧唐眼睛莫提亮 齐声惊道 高级姐姐 一定是高级换气 起码是神皇祭啊 神皇祭 众人心脏扑通扑通 狠狠跳了几下 一般的神皇祭 牧唐或许还不放在眼里 可上古幻师的炼气术 比他们高得多 就是神皇祭 威力也有强弱之分 好的神皇祭 甚至堪比神帝气 先不要急 我们看看周围 有没有危险 要知道 天下没有白德的宝藏 刚刚死了几个降临者 我可不希望 我们中也有人死掉 按照标识 这屋子里应该没有任何陷阱 和守护兽 但小心起见 奥峰还是令人谨慎地搜查一番 众人知道厉害 当然不会反对 分散查探一番后 容落笑着汇报道 哈哈哈哈 奥峰都找遍了 没发现异常 不过 那层弹金色光照 我们怎么也打不开 奥峰点点头 上前几步 立刻感觉到一股能量的压迫 不由唇角一扬 没有神皇级的力量 就算找到宝藏 也打不开 这名上古幻师 想得可真周到 同时心中也在思索 上回我进入这遗迹 幻神能源 没有发出指引 或许就是因为 我的实力不够 手指几乎已经触及到了 金色屏障 忽如其来的轰隆响声 却让奥峰的行动 没得一顿 整个房间 突然地震般地颤抖起来 那前方的墙壁上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极为宽敞的大洞 洞中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雾气 已经散发了出来 野兽的咆哮宛如雷霆 震得人双耳几乎失聪 众人心知有辩 大惊之下急忙急中到一起 奥峰也一个剑步跳了回来 手中风云斧毫不迟疑甩出 在众人头顶上堪堪变大 发出的银色光照 笼罩住了每一个人 那黑色雾气 也没有办法突破进来 有魔兽 而且是毒类的王者 看着岩壁上 被黑雾腐蚀后 慢慢滴落的石叶 众人只觉得 脊背上一片冰凉 这种恐怖的毒液 神洁 恐怕也讨不得好处 放心 有风云斧照着 不必忧虑 但你们也要注意 寻宝之际 不得贪婪 离开我太远 风云斧笼罩不到 死了不要怪我 奥峰镇定自若地说道 领主宝气之事 也不是秘密 不过 大部分人 对领主这个级别 根本不了解 自然没有大肆宣传 倒是了解 领主气价值的云情仓 又被吓了一跳 领主宝气 奥峰 你连这种无价之宝都有 这样的宝气 在诸神大陆 也会让人 争破了头吧 旁边的牧堂 呵呵一笑 云老爷子 你还不知道吧 这宝气 可是秦城主 自己在练气室 大会上练制的 自己练的 云情仓和伊娜夫人 面面相去 张口结舌 我这外孙 到底是个什么怪胎啊 训手师也就算了 还是顶级练气师 越深入了解你 越发觉你变态 而且没样 都是把人往死里 吓唬的那种啊 奥峰 微微一笑 别说那么多 大家跟着我 进那边看看 不解决了那东西 到手的神皇器 可就飞了 其实奥峰 心中已然有数 这应该是 七大地星守护兽之一 房间恰巧 运动到了这边 看样子 免不了一场恶战呢 妈妈 妈妈 奥峰正想着 怀中却是一阵鼓动 睡得迷迷糊糊的小九 突然冒了出来 小家伙还是喜欢 以小舌形态 钻在奥峰怀里睡大觉 完全没有 自己已经到达 成熟期的自觉 这些时日 倒真是冷落 这个小家伙 奥峰摸摸他 滑溜的小脑袋问 小九 怎么了 现在可没有烤肉吃 要等出去才行 不是啊 妈妈 我感觉到一股 好熟悉的气息啊 小家伙扭动着小身子 水灵灵的大眼睛 盯着那洞穴里 一眨不眨 摇头摆尾的 看起来很是兴奋 妈妈妈妈 就在那边 我们快点过去好不好 熟悉的气息 暴风愣了一愣 眉头微皱 连连几步 来到那洞口前面 挥手一道红莲火 驱散了一部分黑色雾气 庞大的房间里 巨大的魔兽体 顿时清晰可见 这是一头成熟期魔兽 拥有晴天之体 空体漆黑 光滑的身体 反射出淋淋光泽 令人不寒而栗 九个恐怖的脑袋 肆意张扬 盘旋嘶吼 像是一座大山 压在众人的眼前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